骂完特尔弥波洛斯,卢米安看见弗兰卡将装着战利品的布袋砸好挂到了身上。 他一下想起吝啬鬼的其中一种能力,开口提醒道, 你不怕那些吝啬鬼根据丢失的财物找到我们。 他将老歌龙之事告诉弗兰卡时,就已经提过那群邪神信徒似乎能感应到属于过自己又失去的物品在哪里。 而和变态赫德西私自行动不同,伦塔斯是根据命令执行任务,身上可能有麦普麦尔给的东西, 以便在他出现意外后确定他的下落和破坏者的位置。 弗兰卡嗤笑了一声,那种能力肯定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 等老歌龙的人发现伦塔斯失踪了,再想锁定我们,很难很难。 而且,有查理在,他们只要愿意,怎么样都能找到我们,带不带走这些东西都一样, 查理就相当于苏珊娜、马蒂斯失去的物品,不失去的爱人。 查理听得迷迷糊糊,不清楚夏尔和红靴子在交流什么, 直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弗兰卡的口中, 他才大致明白了自身的处境,苦着一张脸道。 我和他不是情侣,没办法他实力足够强, 可以单方面认为弗兰卡不是太有诚意地宽慰了查理一句。 卢米安被弗兰卡说服,不再纠结于吝啬鬼的能力, 拔出一式引笔,简单快速地处理了伤口。 然后,他弯下腰背,抓起伦塔斯的尸体, 将他架到那个被碎石堆堵住出入口的空洞外, 塞进了这名演员自己挖出来的通道内。 查理先是一脸恐惧地看着, 感慨夏尔不愧是杀到独刺帮害怕的黑帮头目, 继而将目光集中在了伦塔斯的衬衫、 马甲、长裤和靴子上。 他们看起来挺新的, 如果扒下来,拿去当铺, 至少能换两费尔金, 查理张了张嘴巴,最终没有说话。 弗兰卡赞许队点了点头, 不错,知道打扫现场, 拖延敌人察觉到不对的时间。 我现在就担心麦普麦尔很谨慎, 过了零点, 还没等到伦塔斯回去, 就直接带人找到这里, 发现尸体。 到时候, 在不确定伦塔斯有没有被通灵的情况下, 他有可能选择放弃老哥龙剧场, 带着制服会剩余的成员转移。 嗯, 也许不需要到零点, 苏珊娜, 马蒂斯一直等不到查理, 就会催促他, 如果他们之间有联络方法的话。 这样一来, 官方非凡者后续的打击会落到空处, 留下隐患。 弗兰卡旋即补了一句, 还好, 苏珊娜这两天还没法离开祭坛, 而祭坛长不出脚, 自己跑掉, 官方非凡者至少能把查理的问题解决。 不一定, 卢米安反驳道, 邪神祭坛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推断, 就像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男人能够生孩子一样。 啊, 查理越听越是茫然。 夏尔和红靴子说的每一个单词, 他都听得很清楚, 但组合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弗兰卡默然了两秒, 正中点头。 也是, 那个祭坛的本体像是巨大的树桩, 树桩是有可能具备生命的, 到时候, 他把自己拔出来, 变成树人, 就可以带着苏珊娜撒腿跑掉了。 说到这里, 弗兰卡轻拍双掌道, 对啊, 树精, 树精, 没有树, 怎么能叫树精? 卢米安觉得弗兰卡的猜测,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真的接近了事实。 他记得自己在金基旅馆 戴窥密眼镜时, 看到地底有巨大的棕绿根系, 于泥土里向着四面八方延伸了出去。 苏珊娜, 马蒂斯那个树桩祭坛, 说不定就是那棕绿根系伸展出来的一部分, 一旦遇到危机, 直接缩回去就行了。 念头电转间, 卢米安爬进通道, 将伦塔斯的尸体, 推入了被碎尸堆堵住的空洞。 他出来后, 找回电视灯, 拿起敌人的马灯, 观察起隧道顶部和周围岩壁的结构, 时不时伸出手掌, 拍一拍, 捶一捶。 你在干嘛? 想着赶紧离开地下特利尔的弗兰卡, 疑惑问道。 卢米安平静说道, 找个合适的地方放捆炸药, 把那具尸体给彻底埋了, 而且, 不能造成太大的动静, 让地底深处的苏珊娜和地上老哥龙类的麦普, 麦尔察觉道。 同时, 还得保障不带来地面的塌陷, 否则会出现房屋的垮塌。 看得出来, 把地下踩石场、 下水道和各种隧道贯通起来时, 市政工人对这些区域做了非常有效的加固, 而且定期会做修补, 偶然的小型塌方完全不影响地面的安全和本身的使用。 很快, 卢米安凭借猎人的能力, 锁定了空洞侧面的一处凹陷, 将一捆雷管塞在了那里。 可惜啊, 没有合适的工具和材料, 要不然可以在尸体下面做些触发式炸药, 等麦普麦尔找过来, 情绪激动下, 试图搬起尸体时, 轰隆一声, 卢米安凭在那里, 不无遗憾地说道。 服侍第一份魔药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机会实践猎人的炸弹陷阱, 展现自身的爆炸美学。 查理听得心脏一阵乱跳, 感觉夏尔不愧是最近最出名的黑帮头目。 果然是猎人, 弗兰卡赞叹了一句。 卢米安随即掏出火柴, 点燃了引线。 然后, 他站了起来, 不快不慢地走向弗兰卡和查理, 在路过那个碎石堆时, 还顺手把马灯扔进了挖出来的通道里。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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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看到引线快要烧至尽头, 急促地提醒起卢米安。 他自身则小腿肌肉紧绷, 随时准备着扑到旁边岩壁的后面, 躲避即将到来的爆炸。 套着简陋正装和帆布长库的卢米安刚走出也就七八米的样子, 脱离了空洞正面, 那雷管就在他背后轰然爆炸了。 整条隧道轻轻一颤, 空洞侧方的石壁哗啦垮塌, 连带着本就不稳的空洞被掩埋了大半。 火光亮起, 碎石建设可都没有指向卢米安的背影, 只是影响到离他两三米的地方和另一个方向的隧道。 卢米安没有回头, 也未坐闪避, 就弗兰卡竖了竖右手大拇指, 折了一声, 走吧。 说完, 他轻巧转身, 往刚才进来的那个地下特利尔出口走去。 他的背后, 一丛丛黑色的火焰无声窜起, 点燃了地上的泄液, 点燃了空气中的味道, 点燃了那些红的白的事物。 查理看得眼睛都直了, 仿佛陷入了一场迷幻的梦境。 直到卢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才丢失了灵魂般转身跟上。 一路往地面走去的途中, 弗兰卡笑着说道, 明后天, 我们看下查理的境遇, 就能知道苏珊娜, 马蒂斯和那个祭坛有没有被彻底清楚。 看苏珊娜, 马蒂斯有没有来找他, 提着电视灯的卢米安故意吓了查理一句。 如果真是这么判断的, 弗兰卡肯定得说两天后, 而不是明后天。 查理打了个哆嗦, 结结巴巴地问道, 怎, 怎么看? 弗兰卡轻笑道, 要是官方非凡者没来找你, 那就说明你真正摆脱苏珊娜那个噩梦了。 如果他们特意找你, 给你提供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那祝贺你, 希望将与危险共舞。 什么, 什么意思, 查理不太理解。 弗兰卡没有解释, 反问了一句, 如果让, 你去做采石场警察, 月薪三百费尔金, 但每天都有可能和走私者, 洞穴冒险家, 赏金猎人发生冲突, 一定概率牺牲, 你愿意吗? 肯定愿意啊, 查理脱口而出。 采石场警察虽然危险, 但他们大部分都还活着。 如果苏珊娜, 马蒂斯没被彻底净化, 官方非凡者会给查理提供一份 更容易受到他们保护的工作, 而那些工作薪水往往不低。 卢米安大概明白了, 弗兰卡是什么意思。 三人出了地下特里尔, 绕巷子, 跨街雷, 从僻静无人的小路来到白外套街, 进了弗兰卡位于六楼的那间公寓。 弗兰卡扯下兜帽, 将装着战利品的布袋丢到茶几旁边, 半躺至安乐椅上, 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和靠背椅。 接下来, 就是熬岛天亮。 卢米安和查理分别坐下后, 客厅内变得极为安静。 这让查理非常不自在, 看了夏儿一眼道, 你竟然拥有那些神奇的能力。 如果没有, 我凭什么杀掉马格特、 艾特, 成为威风舞厅和金级旅馆的保护者, 卢米安笑了一声。 也是, 查理想了想, 觉得这样更让自己能够接受。 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不鼓鸟臂中的长短针逐渐指向零点。 窗外的黑暗一直都很安静。 这时, 门外有轻巧的脚步声传来, 游下往上飞一块靠近。 简纳, 我忘记她今晚要过来了, 弗兰卡刷的坐起。 她看了看卢米安, 又看了看查理, 犹豫了几秒, 眼睛一闭, 等着简纳自己开门。 咔嚓的声音里, 穿着白色短上衣和米白色蓬松短裙的简纳 抽回备用钥匙, 走入了公寓。 她一眼就看见了卢米安, 然后发现了查理。 你们, 这是, 在做什么? 简纳没有掩饰自己的疑惑, 目光不断地在卢米安、 查理和弗兰卡之间来回移动。 弗兰卡抢笑道, 太无聊了, 我们打算玩斗邪恶, 你要一起吗? 两副牌那种。 简纳狐疑地凝视了几秒, 感觉弗兰卡应该是不想当着夏尔的面解释真正的原因, 于是指了指客房。 草, 都这么晚了, 还玩什么牌? 我明天要一直忙到晚上, 现在得睡了。 她对卢米安和查理挥了挥手, 转身走进了客房。 卢米安望向弗兰卡, 冷静问道,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我们在做什么? 简纳本身也算是老歌龙问题的受害者, 她差点被变态贺德西。 弗兰卡愣了一下, 对啊, 为什么我不直接说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她望了关上的客屋房门一眼, 打算等一下就告诉简纳真相。 卢米安随口问道, 简纳平时很忙啊, 她在忙什么? 你不知道, 弗兰卡脸上逐渐露出了喜悦和得意的表情, 她是一个表演学徒, 在学习戏剧, 哎, 现在不像以前, 我听说上个时代, 当学徒只要签了长期合同, 就能免费学习, 还抱吃住, 现在不仅得交一笔学费, 还要自己承担所有的开销。 说着说着, 弗兰卡看见卢米安的表情变得凝重。 卢米安皱眉问道, 她在哪家剧场当学徒? 我没问过, 弗兰卡也有所联想, 小声回答。 这时, 简纳打开了客卧的房门, 抱着一堆东西出来, 准备去灌喜事。 你在哪家剧场当学徒? 弗兰卡起身问道, 简纳疑惑回应,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以前都不好奇的。 见卢米安和查理也妄想了自己, 他忍不住骂道, 你们TM看我做什么? 狗屎, 我在哪家剧场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发现弗兰卡和卢米安都一脸严肃后, 他犹豫了一下, 嘟囔着说道, 草, 这又不是什么必须隐瞒的事情。 我在老哥龙剧场, 我和你一遍有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和你一遍有关系的事, 我和你一遍有关系的事。 感谢柜米安和谊等都一样。